今天繼續收看 窒息的台灣公視空物週的特別節目 這幾天我們一直在談空物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鄉親跑來跟我講說 你們說的不好啦 狗廢火車 大家知道空氣很壞 怎麼做得到 怎麼有辦法談改善 我後來想一想 確實啦 因為空物我們也談了好久好久 好幾年 每次談空氣好像也沒有 因此變好一點 可是後來我就很阿Q的想說 狗廢火車真的沒辦法改變嗎 假設我們有一天一千條狗 對著一隻一台那個 快要醉到懸崖的火車 我們很大力很大力的叫 難道那個開火車的人 真的質疑要往懸崖裡面掉嗎 現在比較好的情形是 包括中央 包括地方呢 每一個人都說 我要來好好改善空物 我一定要用最大的力氣 用最多的經費 可是很顯然 公民們認為說 那些政府你說的一頭 當你遇到經濟發展 你遇到中火 你遇到六清 你遇到所謂的這些工業區的 這些問題的時候 環保就會矮一劫 我們來看看 公民他們如何自主覺醒 要來自己的空氣自己救 東海大學素有森林大學之稱 每年九月都會舉辦熱烈迎新活動 不過這幾年新生道孝 整個秋冬看到幾乎都是灰蒙蒙的天空 每次跟我們端很多數字 都是說有啊有啊有下降 但是我們眼睛看到的 鼻子聞到的就不覺得還有下降 由於東海近鄰台中工業區 五百八十二公頃 一千多家廠商 有鋼鐵印刷滑溪工廠 這裡不只PM2.5的濃度高 更令人擔心的是 裡頭細選服為例 究竟含有多少有毒化合物 市政府是跟我們表示 他們在這邊並沒有什麼的監測在 當受到檢舉的時候 他們才會派機查人員 拿著一些手指式的設備 然後到這邊來 然後足戶足區 一小區一小區的去查去看 然後其實這樣子非常沒有效率 甚至是沒有辦法檢測到什麼結果 今年三月 東海師生串聯學界 組成找藍天聯盟 他們發起連署 要求政府加強監測 並訂定家延標準 削減工廠污染排放量 除了台中工業區之外 事實上大台中地區 有十幾個工業區 那包括它感測器的這些建置 還有那個變成監測網 這個是目前已經在進行的事情 那在中長城 就是真的是來跟市府談談看 你要如何達到逐年递減 這些排放量的這些目標 在埔里 地方居民組成空污減量自救會 他們經常到學校相公所宣導 希望逐步改善南投的空氣品質 小孩子啦 孕婦啊 或是長輩 他們要知道說原來空氣裡面 有這種看不見的致癌物質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趨吉避凶 對 趨吉避凶能夠保護自己 空氣污染關乎你我 當我們空氣污染越來越嚴重 唯有透過公民行動 才能迫使政府提出具體政策 早日還給孩子們一片乾淨的